如果我們一個國家孩子 50%到70%有專注力問題 那我們以後誰開飛機 誰來開公車 誰來做什麼事情 還沒有上學之前其實是不太有判斷的 所以我也是鼓勵家長說 不要那麼早的去界定孩子 是不是有所謂的 注意力缺失過動好動的問題 你說一個2歲到3歲孩子 他如果自己玩的專注力 大概就是5分鐘左右 5到10分鐘 你也能要求他能夠 做半小時 做半小時 那是很難的 然後一般的孩子可能就是 聽到音樂 看到影片 然後看到有人在玩 他也喜歡跟人家跑來跑去 每次放回家不會去拿你那個分寸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好好陪伴他 然後每天有專屬的 親子陪伴的時間 然後讓他有靜靜的坐在那邊 跟你互動的一個習慣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 慢慢來的 當然環境就很重要 不要讓他常常會受到干擾 或者是說 在玩遊戲的時候 大家晉晉處處 家長看電視 怎麼可能讓小孩專心在那邊 那個環境他就會練習分心 而不是在練習分心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家長會誤解 他所有孩子專心 就是他一個人坐在那邊 對 做一件事情 其實不是的 家長可能要介入陪伴跟引導 對 所以常常我去演講的時候 就會問家長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你們覺得 100個孩子裡面 有幾個孩子 可能有所謂的專注力的問題 你發現現場的家長 每個給我的答案都是很可怕的答案 50% 70% 我上次上次說 如果我們 我上次上次說 如果我們一個國家 孩子 50%到70%有專注力問題 那我們以後誰開飛機 誰來開公司 誰來做什麼事情 整體ADHD 就是所謂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這整體來看大概也是5%到7% 基本上 過動跟自閉 是有所謂的一個診斷的準則的 例如說我們說的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它基本上有分成很多種雅形 有的孩子是過動衝動 有的孩子是注意力型的 有的孩子是所謂的重合型的 過動衝動跟專注力的問題 都是有的 那個準則其實 如果家長有看過 它就是一個 一個標準 例如說 過動衝動的行為 可能有9項 然後專注力問題可能有9項 那這個9項裡面 可能發生幾項以上的時候 這個孩子可能就會診斷 出乎有症相關的問題 可是有一些 沒沒開卡的地方 家長會呼籲 第一個 這些診斷要持續半年以上 有時候醫生可能在 國小階段 要把這孩子下診斷的時候 也會多問說 那這個情形是不是學齡前 就有了 它很少說就是從 學齡前沒有這樣的狀況 國小突然產生的 也不會有 對 也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或者是說 它是不是多場域的 如果多場域就是說 在家裡面 OK 在學校不OK 不然就是會變成 有一種矛盾 現在照理說 有這樣的狀況 應該是 各個場域 都有可能會有 這樣子的情形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樣子的情形 有沒有影響到 它的日常生活功能 影響到它客業 影響到它人際互動 它已經產生了 多層面的影響 這個社會 如果要多一點包容力的話 應該從小 或從課堂 多一點的相關的繪本 讓每個孩子 或是每個家長 都去深入的了解這些狀況 那這樣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有這些狀況的孩子是多麼的特殊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只是每個人表現出來的狀況不同 對 那這個世界可能會更美好 所以像我們剛剛講到 這三個類型的孩子 雅思伯格 自閉症 或是注意力缺失過程症 都是有他們的優點的 所以我們要從他們優點 去帶動彌補他們的缺點 我覺得這部分的教育態度 教育觀念 我們家長要再敞開心臭 是 那今天謝謝 晨晨治療師 陳怡男老師的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相關的症狀 有更多的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也許我們之後可以再拍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和分享 也歡迎到 陳怡男治療師的粉絲團按讚喔 我是小羽媽媽 我是職人治療師陳怡男 掰掰